小伙伴们注意看淡仔岛上方 有很多华丽建筑物和娱乐设施 淡仔可以在淡仔岛中快乐地玩耍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淡仔岛只有一个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淡仔岛中还隐藏着第二个淡仔岛 这个岛屿非常的小 只有我们淡仔手臂的一个巴掌大 你们难道不好奇 这个巴掌大的淡仔岛究竟被官方隐藏在哪里吗 众所周知 淡仔岛非常的美丽 上方有非常多淡仔在玩耍 如果你也喜欢淡仔的家园淡仔岛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淡仔岛的位置位于虚空之上 正是因为它悬在虚空中 这也就导致了淡仔在淡仔岛玩耍时 很容易就会掉入虚空中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被隐藏在淡仔岛中的第二个淡仔岛 它只有淡仔的手臂的巴掌大小 它究竟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在淡仔岛的地雷中 发现了被隐藏的第二个淡仔岛 仔细看 这就是淡仔岛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是有淡仔岛一模一样的喷泉的 并且在巴掌大的淡仔岛 它它里面也是有盲盒店商店建筑物的 而它的大小 仅仅只有我们淡仔手臂的一个巴掌大 所以说 在淡仔岛中 隐藏着第二个淡仔岛它岛屿很小它 只有我们淡仔手臂的一个巴掌大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